大家好我是蘋果麥 今天我們要開箱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Sony最新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WF-1000XM4 那這一代其實不管在外觀上或功能上都有很大的進步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一下它有哪些特色 還有跟AirPods Pro比起來表現如何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XM4整體的外觀 在外包裝的部分這次跟之前Sony所有的產品都非常的不一樣 使用了環保材質如回收值或者是可以被大自然分解的成分 而且體積比起上一代縮小了34% 包裝打開之後內容物有耳機、說明書、另外兩副耳塞跟USB Type-C to USB Type-A的充電線 在充電盒的部分跟上一代比起來小了40% 放在包包裡面完全沒有負擔 然後跟AirPods Pro比起來算是稍微大了一點點 它充電盒本身沒有任何按鍵 正面有一個充電指示燈 那背面就有USB Type-C的充電孔 整體的設計算是簡約俐落 在耳機本身的部分這次算是大改款哦 從上一代XM3比較寬扁的形狀改成了配合人體工學設計的球體狀 體積也比上一代小了10% 那我個人覺得這次耳機的形狀還蠻酷的 就有一種未來感的感覺 然後戴在耳朵上也還蠻低調的 那在顏色的部分這次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大家看到的銀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黑色 他們的表面都是這種磨砂的霧面材質 非常的有質感 那裡面耳機本體的部分呢 它的配色也都跟充電盒本身一樣 那銀色的部分我覺得它是有點偏實色的感覺 那耳機本體呢 裡面還有配上一個金銅色的圓柱 整體非常的低調奢華 那在黑色的部分呢 則是有搭配玫瑰金做點綴 然後它的機身也有一個非常低調的Sony的標誌 也是一樣的顏色 那在耳機本體的背面呢 它有一個觸控板面 左右兩邊都有 那它的預設功能呢 左邊的話是切換模式 像是降噪模式啊關閉或者是環境音模式 那在右邊的部分則是切換下一手 或者是暫停 那這部分你也可以自己設定 等一下我們再講到App的時候 也會提到更多 耳塞的部分呢 這次採用了全新的材質 結合了矽膠跟泡棉 提升佩戴的穩定度 同時也提供更優異的降噪效果 在配的時候呢 將耳塞壓扁然後放入耳道 調整到適當的角度 然後注意呢它的觸控有一點敏感 所以不要碰到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該用什麼大小的耳塞呢 在XM4專屬的App Heatphones Connect裡面 也可以幫你測量適合的耳塞 它會播放一段音樂來測試耳塞的氣密性 還蠻方便的 另外呢 要提醒大家這個耳塞的材質 是不能用酒精清潔的 如果你要清潔的話呢 要用乾布擦拭 那我實際在佩戴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這個耳塞 跟耳道的密合度非常好 戴上去之後非常的穩固 像是你搖頭啊彎腰或低頭等等的都不會掉 所以它是可以拿去運動沒有問題的 不過還建議大家如果你要購買的話 還是去試戴看看會比較準 再來呢我們提到電力的部分 這次XM4它的體積 雖然比上一代縮小了許多 但是它在續航力的部分表現還是非常優異哦 在耳機本體的部分呢 它開啟降噪模式可以連續播放8個小時 而充電盒本身呢 可以提供16個小時的續航力 所以加起來總共是24個小時 那如果你緊急需要電力的話呢 它快充5分鐘可以提供60分鐘的電力 這次XM4它支援無線充電哦 只要是有支援氣規格的充電盤都能夠使用 然後另外呢 它也可以跟有反向充電功能的手機接電用 那我剛才有講說這副耳機你可以帶著運動 那運動呢就會流汗嘛 所以就要擔心防水的問題 那這次呢XM4它有支援IPX4等級的防水 下雨天啊或運動流汗等等的都不用擔心 實際跟iPhone連線呢必須要點入藍牙配對 這個部分呢就沒有像AirPods一樣一打開就可以配對了 不過第二次使用之後呢 就像AirPods一樣會自動連線配對囉 那使用的時候呢連線品質算非常穩定 iPhone看YouTube影片完全沒有延遲 只有在連電腦有時候會突然鈍一點 那重新連線就正常了 所以有可能是我自己MacBook的問題 另外呢如果你要增加配對裝置的話呢 就長按左右兩邊的耳機觸控擺面5秒 再來呢我們講到我自己覺得XM4它最強的一個功能 就是降噪模式 所謂的降噪呢並不是完全聽不到外界的聲音 其實多多少少還是聽得到的 那再經過我實際測試之後呢 這次XM4它的降噪表現真的非常的優異 因為這一次呢它不管在主動降噪或是被動降噪的部分都有加強 那在被動降噪的部分呢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它全新的耳塞設計 它跟你的耳道是更密合的 因此它降噪能力就更強 那主動降噪的部分呢就是這一次的重頭戲啦 主要靠的就是軟體的部分 XM4這次搭載全新降噪處理器V1 而且XM4左右兩側呢都有內外兩個麥克風 當外側麥克風收到外部的噪音呢 V1就會產生聲波抵消 而內部的麥克風則負責收耳道漏進來的噪音 也再次透過V1產生聲波抵消 以此來達到完美的降噪效果哦 那我自己呢實際搭乘捷運在測試的時候呢 真的是驚為天人啊 降噪效果真的超好的 大家可以想像搭捷運的時候你車廂裡面的噪音 包含說它快要關門的那個警示聲啊 或者是旁邊小孩的吵鬧聲等等的 只要打開降噪模式呢馬上就可以進入自己的世界 我會說噪音呢大概可以消掉90% 而且這樣子的情況下呢音量就不用開太大聲 在降噪模式下呢我覺得大概音量30%就已經很大聲了 而且我覺得這非常重要哦 因為如果你要在很吵雜的環境去聽音樂的話 你的音量勢必也要跟著非常大聲嘛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對你耳朵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如果你是常常要在很吵雜的環境聽音樂的話呢 我會蠻推薦你去買一副好的降噪耳機 不過也因為它降噪能力真的太強了 所以在捷運上面會害怕做過戰 或者在路上有人叫你的話呢會完全聽不到 所以建議如果你是在走路的話呢 還是開啟環境音模式 那XM4的環境音模式呢 它就有點像是AirPods Pro的通透模式 使用上呢你耳朵聽到的聲音就有點像是沒有帶耳機一樣 然後你講話的時候呢也不會有悶悶的感覺 另外呢環境音模式它也有許多智慧功能可以調整 等一下呢我們再講到App的時候會提到更多 那說到音質呢XM4它是Sony推出首款支援 Hi-Res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也就是支援高音質的音樂播放 那音質也是有分很多等級的 XM4它最高可播放的等級呢是Ldeck編碼 也就是990KBIT 那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安卓手機都可以支援Ldeck的播放 然後再加上無損串流平台聽音樂呢 你就可以聽到Hi-Res等級的音樂咯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iPhone它最高就只支援到AAC編碼 也就是256KBIT 不過這次XM4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技術 可以將壓縮過的細節還原回來哦 就是DSEE Extreme音質還原技術 那這個技術是什麼呢 它就是透過AI的方式來提升音質的表現 所以就算是iPhone配上串流平台聽音樂呢 也有一定的水準表現 那我實際用XM4來聽音樂呢 這次我挑了幾個音樂 像是漢斯寂寞的《星際效益》 《全面啟動》或是《Westward》的配樂 基本上它就是那種很磅礡的音樂 但是時不時會有一個高音當主角的那種 那這次XM4它的高中低音表現沉穩均衡 還蠻平均的 不用擔心說其中一個太出風頭蓋過另外一個 調音呢果然還是有Sony一貫的水準 真的不愧是耳機大吵 而且我還蠻意外的 就是我用Apple Music開到AAC聽音樂 它的音質還是不錯耶 就是不會有糊在一起的感覺 那如果跟AirPods Pro比的話呢 我覺得AirPods Pro有的時候 它的高音會強過其他的部分 那畢竟AirPods它在低音的部分 一直有一種使不上力的感覺 所以就還蠻可惜的 那這一次呢 Sony的XM4我覺得它高中低音 它有抓到一個平衡 那在通話品質的部分呢 實際上用下來目前還沒有斷線過 所以算是還蠻穩定的 如果你是要開會什麼的話呢 如果你開降噪模式就不會受到干擾 那XM4呢它的收音還算是清晰 但是如果你要跟AirPods Pro比的話呢 音質還是差了一點 這邊呢我們放上實際使用XM4 還有AirPods Pro的收音效果 給大家比較一下 現在呢我是帶著XM4 然後再跟大家講話 你們覺得音質聽起來如何呢 現在呢我在測試用AirPods Pro收音 就是現在大家聽到的聲音 是由AirPods這邊收進來的 大家聽聽看這個效果感覺怎樣 然後我們再切回來 跟AirPods Pro做一下比較 大家覺得差在哪裡呢 另外在XM4所搭載的專屬App Headphones Connect裡面呢 有更多設定 可以將XM4的效能推到極限哦 首先呢在降噪的部分 可以切換自動減少風聲 環境音模式呢 則是可以控制外在環境聲音的大小 共有20段可以切換 在等化器的部分呢 則是提供了8組預設EQ組合 可以自訂2組 那就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增強啊 或是減弱中高低音頻 設定不同的組合 另外呢如果要設定 左右有觸控的功能的話呢 也可以在App這邊設定 然後在App裡面呢 又有一個非常智慧的功能 就是它會學習你的動作還有地點 並且依照你的移動速度呢 跟地點來判斷說 在不同的情境下 你要切換到哪一種模式 例如說你現在在通勤的話呢 就開啟環境音模式 然後你靜止的時候呢 就開啟降噪模式等等的 另外呢你也可以自己設定地點 例如說在地圖上面 設定圖書館為降噪模式 這樣子你一抵達呢 這個XM4就會自動切換到降噪模式了 另外呢戴著降噪耳機 如果臨時需要交談的話呢 這次XM4它提供了兩種快速切換的功能 一種呢是快速注意模式 開啟的方式呢就是你長按左耳 那耳機呢就會大幅降低音樂播放音量 並且開啟環境音 讓你聽清楚周圍的聲音 那這個部分呢買東西就非常好用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就是在APP裡面 你要去開啟一個 Speak to chat的功能 這樣XM4增測到你在講話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暫停音樂 並且開啟環境音 你也可以自己去設定這個暫停的時間長短 例如說你講完話之後的30秒之後自動繼續播放 利用這個Speak to chat的功能 就算你忘記第一種 左手的這個快速注意的手勢 你也可以立刻暫停音樂 然後跟人家交談不受影響 那在電量顯示的部分呢 相較於上一代XM3 在APP裡面只能顯示四段的電量 這一次XM4在APP裡面 可以顯示一到百分之百的電量哦 接下來呢我們來跟AirPods Pro做個比較 那我自己覺得XM4它的降噪能力 真的比Pro還要好一點 AirPods Pro它矽膠耳塞 跟耳朵的密合度稍微差一點 但是整體的舒適感呢 它是比XM4還要好一些的 因為XM4它是整個耳機貼在你的耳朵上面哦 就是從耳骨這邊到耳道 都是被耳機覆蓋 但是AirPods Pro的部分呢 接觸面就只有耳塞的地方 另外呢我想要提到XM4 它不會擋到你的耳環 因為之前我戴AirPods 或AirPods Pro戴耳環的話呢 它那個耳機的耳柄 一定會撞到耳環 然後就會發出聲音 那如果是XM4的話呢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至於在蘋果生態圈 如果你要切換裝置的話呢 XM4你還是要點進藍牙的部分去選取 或你今天只打算在一兩台裝置上面 使用XM4的話呢 這倒不會是一個困擾 然後另外呢 XM4它的這個觸控版面呢 非常的靈敏 所以有時候可能要小心誤觸 另外呢 你在切換模式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女生的聲音跟你講說 現在是在什麼模式 然後它會中斷音樂或者是中斷通話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有一點小小的困擾 那重題而言呢 我覺得這一次XM4 不論是在音質啊 或者降噪燈的表現都非常的亮眼 算是非常對的其他的價格 那我自己呢 用iPhone聽音樂我也覺得它音質很好 所以如果你在找AirPods Pro以外 音質不錯的耳機的話呢 我認為WF-1000XM4是一個同價位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任何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我是蘋果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